注意節目做直播 真的是用很大的誠意 不是錄影 是節目全程Live播出 主持人歷經當場喊話 金鐘獎沒有提名我 你們錯了 你們是鼓勵老人 你們鼓勵我們收留這些 完全沒面書的人 有人問說 如果助理主持人 孫生和漢典二選英 你會選誰呢 漢典喔 所有話直進直出 網友當場留言也毫不保留 而來賓綠茶被網友攻擊 也現場嗆聲回去 希望你退出演藝圈 你來嘛… 網友你來啊… 奇怪 為什麼這樣 但被攻擊真的沒有辦法 誰叫綠茶你不好好練台語呢 南部的最輕 很瘋狂在仰寧 南部的最輕是什麼 要人受情 面對自己恐怖 全天一句當機的冷函堆 大家就有講說 綠茶台語那麼爛 還要唱台語歌真的OK嗎 我跟你講就唱影廳 你會嚇到 嚇到寶寶 是不可憐的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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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人數在掉嗎 沒有人 我好害怕 掉了100 但為了拉回收是綠 主持人綠金只好轉向陳禹筹 綠茶超不甘心 我跟你講最近 你不可以這樣 我的電影剛上 菁姐你要不要去看 我跟你講 你會被他粉絲罵喔 真的假的 我又不能剪掉的 我跟你講 好棒喔 這綠牌 大家要多支持啊 Live形式播出才一個小時 就博得網友2.7萬留言 台灣電視綜藝面臨瓶頸 天王級主持人也都改行當 網紅求生存 今天要來分析星座啦 為達目的 為求工作最不擇手段的星座 台行有三名 哎呀王子胸口拍拍 勇敢站起來 哇 好多人在看我的直播 看得出來 綜藝主持人臨場反應快笑點多 符合直播節目的需求 也掀起一股直播效應 我鼓勵我們收錄 我鼓勵我們收錄